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帕五的单元 帕五的部分 它的内容是仪器放大电路 那这个仪器放大电路顾名思义 非常适合用在仪器的应用方面 它具有非常多的好处 已经变成一个标准的放大电路 那也很适合应用在感测器的前置电路里面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详细的解说它 那仪器放大电路基本上它的架构是这样子的 它由三个OP运算放大器来构成 那每个输入呢 有两个输入呢 V1跟V2 它的输入呢 会分别接到OP1跟OP2的正端 那后面另外一集呢 有点类似插动的观念 插动放大的观念 那可以看得到 我们用了两个R2 两个R3 两个R4 在实际应用上呢 那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样的电路 我们在寻找R2的时候要很注意它的误差值要很接近深居 有时候我们会故意用再串接一个可变电阻做微调 然后它的线路的组织是一样的 那R3 R4也是这样的效果 那首先那我们来分析它的整个电路的特性 那我们现在用到的那个两个运算放大器 OP1和OP2它的负端 OP1它的V负会等于V正 会等于我们输入的V1 那相同的道理 OP2V负会等于V正会等于V负 那这个是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的续短路的特性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V1Blan跟V2Blan的关系 那那个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V1这一点 因为OP的V负端就等于V1 那它的电压其实是由那个V2跟V1Blan的分压 V2跟V1Blan的分压 那假定电流是由V2流到V1Blan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V1就会等于V1Blan 然后呢剪掉那个V2跟V1Blan的压差 那这个时候再由那个R1跟上面的R2做一个分压的效果 所以整个式子就会等于V1 就会是V1等于V1Blan加上R1加上R2分之R2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相对的就会变成V1-V2Blan 那看得出来两个式子是对称的 那因为它的结构也是对称的 那因为它的结构也是对称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再对它做进行分析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整理出我们的那个V1Blan 那经过那个适当的整理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的V1Blan等于1加上R1分之R2 那关号呢我们会乘一个V1再剪掉R2除以R1乘以V2 这是V1Blan 那可以想见的是后面的式子 也是一样的V2Blan的式子 也是相同的对称的形式 也是相同对称的形式 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的那个V1Blan跟V2Blan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分析 我们Vout跟那个V1V2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知道 因为它那个后面的OP3是一个插动放大的形式 那在那个P1里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电路 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电路 我们知道它的正义是R4分之R3 然后那个正端的输入正端的电压减掉 输入负端的电压 所以是V2减掉V1Blan 这个时候是等于Vout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把刚才的式子代入 把刚才式子代入 我们就会发现说 整个式子会变成R4分之R3 那乘以1加上那个两倍的R2除以R1 乘以那个V2减掉V1 就是输入的压差 那这个时候几乎我们已经确定 我们所需要的电路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改变放大倍率 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个地方 只需要调整R1 那整个放大倍率就会跟着改变 但是要注意的是R1在这个整个式子里面 它是在分母 它是在分母 所以这个R1调整放大倍率的时候 是放大倍率的导数 放大倍率的导数 那这个电路呢 有几个好处 有几个好处 那因为呢 它的输入呢 直接接到那运算放大器的那个 正端输入 而且它没有其他的分路 所以它的那个输入阻抗非常非常高 那而且它具备插动放大器的优点 所以可以消除共模杂讯 不会因为OP的一些状况 产生一些不要的杂讯 那我们只改变R1 就可以控制整个正义 这是它的电路的一个好处 跟特性 那在 我们刚刚提到 在实际的电路应用里面 因为那个R1 R2 R3 R4 这些电阻值呢 都是成对的 在那个Discrete 离散的电路里面 非常难以实现 那因为你要特别挑 匹配的电阻值 是比较难的 那我们也讲过 这个电路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标准的放大电路 所以它有专用的仪器放大电路 这个名字 所以呢 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 半导体供应商 已经把它做成标准的电路 那因为在半导体制程里面 你要让电阻值 相同 是比较容易的 虽然说 在半导体制程里面 你要做成一个半导体的 那个绝对的阻值 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你要让它 两个组值相等 还有它的比例 上面的控制 会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呢 在这边就举了一个例子 RNA129的这样的一个电路 给大家作为参考 那 再次 我们在这边呢 你只需要调整那个RG 也就是我们R1的位置 你就可以控制你的增益 你就可以控制你的增益 那另外呢 跟我们的线路有点不一样的是 它接了一个 那个Refense的接角 是我们原本接到D的 原本接到D的 那这边可以做一些特性的调整 那除此之外 我们利用这样的电路 就可以完成刚才非常复杂的 仪器放大电路 一样 控制 调整一个电阻值 阻值就会跟着被改变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仪器放大电路 做的一个电路的详细解说 那透过仪器放大电路 我们可以获得输入阻抗非常大 没有共模的杂讯 还有呢 控制简单的一些特性 因为它普遍使用在仪器的一些信号处理 所以各位同学 也可以将它应用在我们感测器的 那个前置电路里面